万万没想到,车小与母亲王丽云都是大美女明星,如今两人却都是单身,还一起生活。 那么,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? 王丽云经常在影视剧中扮演凶狠的婆婆和妈妈,被大家称为恶婆婆。 女儿车小年轻漂亮,气质出众,没有绯闻,但几年前那场备受关注的婚姻给她带来了很多非议和痛苦。 2009年,车小告诉妈妈自己有了男朋友,王丽云非常开心,毕竟自己离婚多年,母女俩相依为命,她早就希望女儿能有一个好的归宿。 车小大概向母亲介绍了男朋友李兆惠的情况后就去睡觉了,可王丽云翻来覆去睡不着,她开始在网上查李兆惠的资料,这一查不要紧,本以为李兆惠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,没想到她居然是山西首富。 俗话说,一入豪门深四海,王丽云不敢再想了,她要求女儿立刻和李兆惠分手。 而一向听话的车小这次格外坚持,她认定李兆惠能给她幸福。 看着妈妈不同意,车小给妈妈发了一条信息,当年你和爸爸离婚的时候,我也是不情愿,但是我尊重了你们的意见。 收到车小的信息后,王丽云哭了,当年王丽云和丈夫车小童结婚没几年,就发现双方性格不合,在一起很痛苦。 为了车小,他们维持着婚姻,在车小16岁那年特地离婚。 没有给车小一个完整的家,王丽云一直很愧疚,这次她答应了女儿和李兆惠的婚姻。 后来,李兆惠看望了王丽云,通过交谈,王丽云发现李兆惠稳重,谦虚有礼,这才放下心来。 2010年车小和李兆惠举行了盛大的婚礼,可没想到的是,车小结婚才一年多,在2011年的5月份就结束了婚姻。 为了不让母亲伤心,她没有告诉王丽云。 一直到2012年,王丽云在拍戏时在报纸上看到才知道女儿离婚了。 如今,母女俩都是单身,共同生活在一起,却活得很精彩。 经过繁华的波折以后,安静平稳的事业才是她们想要的幸福。 家人们,你喜欢车小和王丽云母女饰演的影视剧吗?